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学书宋老师 欢迎来到陶老师课堂 那么今天这期课 老师将带领同学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的多元一次方程组 首先呢 我们先确定一下今天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呢会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方程组的两种解法 那么第二个呢 咱们还是重点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咱们在小学阶段如何去列方程这些拥有题 好了 同学们 那么我们先不要讨论这个多元一次方程组啊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方程 方程怎么去解 你还记得吗 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什么叫做方程呢 方程就是含有位置数的等式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 5将x等于8 是不是这个就叫做方程啊 对吧 但如果我要这么解 我说这个7x加6 这个能不能叫做方程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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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一定最起码有个标志性的东西 叫做等号 是这样了吧 好了 第一个问题啊 你要确立什么叫做方程 有字母 有等号 是不是才叫做方程啊 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 怎么去解一个方程呢 你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算是里面x等于几 你是不是能看出来 因为只有5加3等于8 对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x是不是应该等于3 对吧 那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稍微复杂一点点的方程应该怎么去解呢 还记得解方程的三大步吗 应该是什么 第一叫做 有阔弧先去掉阔弧 对吧 不能叫阔弧 叫有括号先去括号 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 第二步叫做 一项 要变号 对吧 第三项叫做 合并 同类项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大步 以及这三大步在这个解方程当中去怎么去用的啊 咱们咱们咱们 咱们就拿我们的课前小练习来给大家举例子吧 好吧 来往这看 课前小练习的第一题 你先别着急解啊 你先别着急解 我们先问问大家啊 就是我们对这个像的这个概念 怎么去理解 以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们说什么叫像 通常情况下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用加减符号连接的 称之为像 那你看第一个算式 第一个算式里边 它是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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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第一个算式呢 看作是三项 对吧 你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算式呢 那老师 你可能说老师这地方有个加号 不是这意思啊 你看第二个算式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这地方是不是有加减啊 这个地方是可以算为一个整体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咱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四项 能够稍微有点体会了吗 我觉得这个呢 还好不是我们的重点啊 好 那我们的重点还是把这个方程 你得能解出来啊 那怎么去解这个东西呢 咱们明确一件事情 我们解方程的最终目标是 就是x等于什么东西啊 对吧 x等于数字 那所以你看第一体 第一体x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数字 是不是往右边去捣啊 那因此啊 x除以五 本来你这个地方是加九 那移过去就变成了 哎 点九 对吧 好了 那稍微整理一下 x除以五就应该等于啊 哎 十二 啊 那现在你得把除以五移过去 除以五等于十二 那x等于几啊 x是不应该等于十二 乘以五啊 所以x应该等于啊 六十 是不是第一体 当然就出来了 那好 那第一体答案出来了 那第二题 同学们 你先做第二题 我问我问一个事啊 第二题你第一步先干的吧 有两件事情可以同步干 这地方有个三 哎 括弧代表什么意思啊 字母跟数字在一起的说 乘号可以省略 对吧 所以这地方应该是三乘x 三乘三 中间是不是省略了一个乘号 先去括号 三x加上三三得九 那这边是啊 首先两个可以合并的 五十三减去x 对吧 好嘞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两边都有x 那我是把左边的移到右边呢 还是把右边移到左边呢 那移向的时候 我们还说过一个小口语 叫什么 移小不移大 移减不移降 对吧 又不记得了啊 移小不移大 移减不移 移减不移降 你看这边是三x 这边是减x对吧 移动减法都要移动加法啊 所以呢 把它往这移 往这移呢 就变成三x移过来变成加x 对吧 一旦这个这个 要什么等号叫做桥是吧 一旦过桥就要翻脸变成加号 那五十三 这边是加九 移过去变成 点九 所以就是四x等于 四十四 那四个x等于四十四 一人x应该等于 是等于十一啊 或者叫做四十四 除以四 是不是等于十一 都可以啊 对吧 好了 那你看通过这两个小题啊 其实我们对这个解放城 应该有个初步回忆啊 这两个呢 其实还比较简单啊 后面两个呢 稍微难一些 你先做一做 后面两个的答案 好了 那我们来对一下啊 前两个是不是应该没问题了 我先把它一擦啊 后两个 后两个第三题 你在计算的时候 我先问问大家 你是怎么计算的 先去的括号 对吧 好 那你看啊 我给你解释这个 这个算式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三 去乘以他 就得到了他 对吗 好 我能不能理解成这样 你想求的X在这里边 把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看作是一个乘数 如果可以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了X加上2.1应该等于10.5这个乘积去除以另外一个乘数啊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就X加上2.1应该等于除完 3.5 那X是不是应该等于3.5减去2.1 也就是说X应该等于1.4 对吧 那你看 我这个方法比你那个去括号 是不是要简单一些 好 这是第三题啊 等下第四题 第四题现在有了新的思路了吗 应该有了吧 现在可以怎么办 还是利用乘法的含义 他乘他 等于他 所以先把它挪过去 那也就是X加6应该等于3.3乘以0.4 挪过来就是除以0.1 对吧 那这时候小数的乘数法应该还算比较熟悉的了 0.4除以0.1同时扩大10倍 那就变成了4除以1 4除以1那是不是就是4 对吧 好嘞 那就说明了X加6应该等于13.2 那X应该就等于13.2 减6 X应该等于7.2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好朋友们 你看啊 老师给你讲的这四道小练习 其实想告诉你什么呢 虽然我们在解方程的时候 有这三个步 叫做有括号 先去括号 一项要变号 合并同类项 是有这三个步 但是让我们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我们解方程的时候就本着一个目标 你如果不会 就利用算式的基本含义进行倒推 我这个地方 其实左边是一个乘法算式 所以我利用算式的基本含义 要想求这个成数 那就用成绩去出于另外一个成数 对吧 这边也是 如果我想求这个成数 那就是用成绩去出于另外一个成数 是不是利用倒推的方式就能把题目做出来 是这个吧 好了 这呢 就是咱们的解方程 那什么叫方程组呢 不着急 马上回来 继续方程组 不着急 不着急 感谢观看